大家好,我是林林 那目前啊,汽车市场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新式地造车呢,他们不断啊,用自己数字化的体验啊 来博得消费者的眼球和青睐 但是传统造车企业呢,也不甘示弱啊 他们继续在自己所长的部分来发挥自己的特长 但是啊,两者,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在能源和动力的方式方面啊 不断的去满足法规的要求 那就像我身边的这个沃尔沃 他们的战略已经既定了 就是在2030年的时候 完全转型成为一个制造纯电车的企业 那好,今天啊,我们就来好好体验一下 我身边这台C40 那它是沃尔沃旗下首款纯电吊炮SUV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外观设计 那依旧是啊,这种独特的北欧风 在简约当中透着一丝丝的优雅 但是比较显著的是 它的前脸和燃油版的车型啊 明显不同了 因为它采用了叫Sharc Nose的全新前脸设计语言 也就是说它这里有一个无框的封闭的全格山 彰显它是纯电车嘛 但是另外呢,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它在格山的下边 还有底部啊 都保留了一些可以镂空的阵风的通道 那其实也是对车型整个的流行力 觉得是有帮助的 还有它保留了原来的啊 这个雷神支锤大灯 但是在照造型上的呢 有一点点的升级,有一点点的改变 还有就是雾灯和底板啊 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所以啊,其实你猛的一看 你就能知道它是一个 与之前有一些不同的味儿 握车型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侧面 作为一款轿跑型SUV 它侧面啊,必然是比例非常的好 而且线条很流畅 特别是这个线条在它尾部啊 压的这个小纤背 好看极了 特别喜欢这个造型 那另外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就是快乘口和慢乘口 都在车身的左侧 另外就是车轮 它配置是有两种 19英寸和20英寸可预算多 那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预算啊 来进行配置 我们再来看一看车的尾部 C40的尾部相对来说啊 设计的会层次比较多一些 那首先就是它有两个扰流 车身的上面有一个 然后小鸭尾子里有一个扰流 所以猛的一看起来 哦,还是蛮运动的感觉 那另外就是车灯 车灯啊 虽然没有采用贯穿式 但是你会看到 在这个腰部的位置啊 它留了一个折线的脚凹进去 那这样的话 在视觉上 让它的造型特别的有层次感 特别是啊 它的尾灯呢 虽然依旧是围经站服饰 但是造型和前大灯 摇箱互用都进行了一些些的改变 所以晚上点亮的时候呢 特别的有辨识度 而且啊 也彰显了它全新的这种科技感 好啊 看完了车身的外观 我们再去里边看一看电视 坐在车里啊 你可以看到沃尔沃熟悉的配方 那熟悉的中控仪表台 然后熟悉的这个水晶挡板啊 但是在细节上呢 它有一些提升 今天特别要说的 就是这个全景的天幕 那因为今天是极其晒的一天 所以啊 我们实测 这个天幕 它没有遮阳帘 但是它因为采用了夹层的玻璃 所以它隔绝紫外线 和隔绝外面的热空气啊 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实测啊 那另外呢 就是在有一些细节上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副驾驶啊 它采用了一种叫 阿比斯库极光的一个装饰吧 这样就提升了车的品位 那另外就是在材料的选择上 不光是这里啊 这个木纹 那比如说像车门 扶手 那甚至是座椅啊 它都有所讲奏 那因为沃尔沃啊 它们推崇环保理念嘛 它们讲到一个叫 Leader Free的理念 是它整体内饰设计 环保的一部分 就是它不采用皮草 那我们这一个灰色的版本 座椅呢 是一种羊毛之物 夏天我坐着它不烫 但是冬天啊 你坐着它又很舒服 不凉 哎 其实你的体验会很好 而且其实它的造价 也并不比那种传统的 真皮甲皮的便宜 我们再来看一下车机 猛的看起来 它UI和老的味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但一点击去 你就会发现 它在功能上面 是有与时俱进的提升的 比如说 云识别 用的是客家训飞的 地图是高德老航 那另外就是音乐的播放软件 什么库宝这些都是有的 还有呢 因为底层的逻辑是安卓的嘛 相对来说 可以在这个华为的 这个APP里去下载新的 各种各样的APP 那来符合你日常使用的习惯 另外就是像天猫相拥啊 这种未来可以跟你 家里生态系统对接的 这样的软件呢 它也时间内置在了这里 另外它还可以使用呢 苹果的CarPlay 所以这对很多苹果用户来说啊 已经是福利了 那整体的感受就是 虽然没有新式力造成的那种大瓶 那么花窍 但是啊 其实你日常使用 也是不够来用的 哎 有一点啊 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在纯电车的上面啊 你是找不到传统的点火开关的 所以它把原来点火开关的位置封死了 所以在这边使用上习惯啊 和新式力道埋伤啊 你只要拿钥匙开门上车之后 一挂挡车呢 就自动啊 进入了开启的状态 这也是使用上啊 一个新的体验 如果你觉得啊 沃尔沃的车机不够经验 那是因为沃尔沃 它作为传统啊 有欧洲血统的企业 那他们认为安全是最重要的 不光是说车驾驶的安全 还有啊 信息安全也很重要 所以他们选择保守的策略 他们觉得自己能去任何地方 能进军队大院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所以如果你想挖掘它的优点 真的是一定要把车开起来说 那先给大家说一下啊 它的三件系统 那它有两种版本可以选择 P8和P6 那P8啊 是前后双电机版本的 它是四驱的 那最大的功率啊 是300千瓦 最大扭矩呢 是660牛米 数值非常的猛 它开起来也是非常的猛 0百加速官方可以做到4.7秒 那我觉得更惊艳的是 它真正啊 开起来的感受 每当你看身踩电门的时候 哎 你会感受到 这个车 它既拥有啊 纯电车这种初段 动力就很猛啊 这个优势 并且 它还具备传统燃油车 那种 在过程当中 动力爬升 带给驾驶者的快感 这两者是并存的 所以啊 你知道 只有啊 在传统企业里边 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 能够做出这种调教来 那另外呢 其实还有P6 它是前驱的单电机版本 它的最大功率呢 是170千瓦 最大扭矩啊 是300牛米 0百加速呢 是7.4秒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那还有啊 不光是说这个车 它动力足就有快感 实际上你能够感受到 C40在路上开的时候 它车身是非常有韧性的 首先是因为呢 它车身的结构钢啊 就采用了很多 这个高强度钢 它很有韧性 那另外就是为了保护电池 它有一些龙式的结构 那无形当中也是增加了车呢 它的这个扭转刚度 另外车身呢 采用的是50比50的配比 啊 这个就非常利于它的运动基因了 而且呢 它的悬架还是这种FSD 可变阻尼的悬架 所以车身整体的配合 是极其协调的 就是那种啊 你很难说 简单的用路感精致细腻来形容 而是你只要一开的 一踩油门 一打方向 你就能够知道 这个车的运动基因啊 是极其好的 另外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啊 想知道它电池的情况 那P8的版本呢 配的是78千瓦时的电池包 那个P6版本啊 配的是69千瓦时的电池包 都是宁德时代的 所以它们的续航里程度 分别能够达到 530和550 那你日常也是妥妥够用的 另外就是充电啊 它从20%到80% 最好的状态 30分钟就可以充满 所以也是便于我们日常使用的 那通过今天的试驾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沃尔沃它作为传统造车企业 它在新能源时代到来之前啊 它们造车的坚持它们的优势 和它们的锁长 那另外还有一点啊 就是C40做的一款纯电车 它的售价期间啊 预售价格是26.7到32.8 这个价格啊 和它提供的品质感相比来说 也是非常诱人的 所以啊 其实市场现在非常大 如果你是比较保守的用户 还是喜欢传统造车企业 带给你这种的质感 我建议你啊 也是自己去4S店的试驾 体验一下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还是老规矩 有什么问题 给我们留言 拜拜